人们习惯上把政法部门称为刀把子 这是共产党管理中国最贴近人们生活的一股力量 可以说军队是枪杆的 你跟他接触的不多 那么笔杆子呢宣传口天天在灌输 大家已经麻木了 而刀把子其实是你最紧张的 因为上门茶水表的找你喝茶的都是他们 针对刀把子的清理工作一直在进行 中共建政以后公安部部长就没几个有善终的 许多人当着当着 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 被打倒了 是吧 说下台就下台了 大家已经记不清了 那么每一任中共的领导人都紧握着刀把子 而且一轮一轮的研打 从他们开始 听起来好像很解气是吧 整数公安队伍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中国 两千多个县 具体到每一个县 真正的强力顾问 就是公安 政法系统 他们对老百姓 对继承的官员 威胁是最大的 如果说这个力量 不掌握在当政者手上 或者说不能顺服他们 那么很多工作将不好展开 尤其是今天风声越来越紧 靠什么紧呢 就靠这些补干的力量 强力部门 二月份开始 又搞了五个月的公安 政法系统的清理整顿 全国有 两百七十万政法干警 都在这次风暴中 各个市县 政法的一把手 五个月来被处分 一千两百五十八人 这还是一把手 可以说 整个处理处分的 这些政法系统的官员 有十七万人 移交司法的 只有一千五百人 多数还是党纪 作为处分 那么这一轮整数 主要查的是 司法腐败 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 那这几个东西 可以说 原先 只谈过 经济腐败 司法腐败 是大家都已经 司空见惯的东西 领导批条子 本部门内部照顾 干预司法的现象 在全国各级政府官员所上 都有 那么司法系统内部 其实也非常明确 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但是政治腐败这个东西 就很难说了 因为之前 很少有人谈这个东西 齐胖上台以后 立了政治规矩 这就变得 更为密切的 暴露在人们面前 原先 很少有人谈及的 现在也被当成了一种罪名 光面谈 不就是清理站错队吗 什么时候 一个人能保证自己 一直站队呢 站队一次容易 站队一辈子 其实真的很难 但他从不间断地清洗 把中国所有的官员 哪怕是强力部门的官员 都锻炼得金杠杠的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实际上我们知道 很多人不仅仅是政法部门 齐胖上台以后 许多基层的官员 中下级官员 都开始卸震带着 在看不清前路的情况下 原地踏不踏 晃悠晃悠 尽可能分辨 什么事能干 什么事不能干 少做点事 能不做就不做 尽量不出错 这可以说是 中国基层官员的 典型的心态 但今天这一切都不行了 都玩不穿了 他逼着你选变战 因为他今天要干的事 是反田伏地 大家应该知道 中共建政以后 他们曾经试图用一种 有备于中国传统执政模式 来管理中国 他们曾经认为 他们能成功 他们要砸烂旧的 建立一套新的 政法系统就是所谓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铁权 毫不意外 40年来 在经济大潮中 任何一个部门 都不可能幸免 潜权交易 领导意志 甚至 杀人绝户 这些事 政法部门其实干的很多 那么到了今天 他开始找后葬 没有一个人会是安全的 谁都不是刚毕业的 只要你做过几年 这种腐败 你就无法忍受 而且 在这个圈子里 没有人会是干净的 也就意味着 一有运动 就会被波及 绝大多数 政法干净 都不可能干净 那么 有没有真的 按照法律 规章制度执行 仅仅是职务行为的 没有站在这个集权的 队列中 对民众 犯下罪行的呢 可以说全国 你找不到几个 加入这个队伍 就意味着会出卖良知 因为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 在统治着中国 他要维护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至于说民众的利益 其实真的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没有一个政治的警官 向上攀升的通道 任何人 换定这个队伍 你就必然 要与之同流合物 我们经常看到 吹嘘出来的这些样板 他背后都做过一些 为人不齿的事 为什么美国人 要宣布对公安部全员 禁止申请美国签证 包括他们21岁以下的 未成年的子女 可以说 没有哪件事 是没有原因的 那清理这些队伍 值得同情吗 他进化了以后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更好地向你动刀子 所以没有必要去 可怜 这些利益阶层的抓牙 他们是中共打向民众头上的 这一根棍子从来就是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